这位追梦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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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你刚才表演的这个舞蹈的名字 对 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舞蹈的产生 这个舞蹈的名字叫做鼓舞 用这样一个舞蹈去鼓励更多和我 像我一样在当时遇到灾难的我的乡亲们 所以叫做鼓舞 谢谢 很乐望也很坚强 对 但是大家都能想象得到 在那场灾难当中失去了双腿的她 还能毅然决然地站起来重新回到舞台上 这很难 其实当时我在医院排练的时候 才是08年的6月10几号 当时我节肢就一个多月的时间 其实当时也医院很多的医生护士也劝我 不要来跳舞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大家只看到我没有腿 其实不知道 我在地震里面还失去了一个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 就是我的女儿 她当时才十个多月大 我觉得 我失去她这件事情让我 让我觉得比失去腿这个事情要重要的多 我想如果我的女儿还活着 她一定会希望她的妈妈完成这支舞蹈 我想做一个让她骄傲的妈妈 我们聊聊现在吧 我们不再回忆过去了 现在生活怎么样 大家都很关心 现在挺好的 现在我可以 其实这个舞蹈我很久没有跳了 因为我现在比较多的时间是在跳拉丁 所以我今天来跳这个舞主要是因为我带着梦想来的嘛 所以我想这个舞蹈更能衬托我的梦想 才又跳的这支舞蹈 那我们很愿意听一下今天你登上中国梦想时候的舞台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有点贪心 我有两个梦想 没事 我们见过有四个五个的 第一个梦想是希望在我的家乡成立一个非盈利的服务组织 来帮助我家乡的人可以真的从里到外的站起来 帮助他们就业 帮助他们有更多的培训 对吧 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因为地震残疾的人士 我们我想的第一批服务对象是他们 然后第二就是希望可以拥有一双有艺术提升的甲值 我讲不太清楚 但是我有准备一些图片 请工作人员可不可以放下 好 艺术的提升 对这是我在去年去美国的时候 看到的那边有一个也是双腿截肢的女生 然后她做了模特 那还有下一张 这一张很性感 然后这一张也是她穿着一个木雕的甲值 在走秀 可以搭配不同的服装 这是一个 就她刚才穿那个纯木雕的甲值非常的美 哇 很正开 我真的 你刚刚说到甲值有艺术美的时候 那时候对我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因为确实我会觉得很多人都会把这一部分隐藏起来 但你是那种非常自信的 跟大家带着一种欣赏去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上天让我拥有了新的腿 我为什么要遮住她呢 如果我自己都不能接受和喜欢我自己 我也不能够再奢望别人喜欢我 谢谢 你足以震撼我 来 二六二十五号中间一步好吗 跟波波聊聊 跟三百位梦想观察团一起聊聊梦想照进现实 祝你好运 你好 你好 周老师好 把全世界所有的赞美都给你一个人都不为过 您是第一个出现在我面前 让我无法去以艺术 从艺术的角度去评判的 因为你的表达已经高于了艺术 当所有人在为之赞叹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倔强的声明 这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女人 然后是多么的坚强 你应该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舞者 你也可以通过更高的一种境界 让你的精神去照耀所有关注你的人 你已经感动了世界 你第一个梦想 希望能够在你的家乡成立一个公益组织 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组织 对对对 我希望可以希腊更多 同样喜欢做这件事的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来为着自己的理想努力 所以我觉得你既有公益的情怀 又有慈悲的心态 所以先允许我向你致敬 谢谢 谢谢 然后我想看一看我们后面的梦想观察团 对这么杰出的一个女孩 你对她的两个梦想 是支持还是更支持 开始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如此的自信善良又美丽 我相信上天一定会眷顾你的 谢谢大家 我一直相信正面能量是能够汇聚的 只要你起头相信很多人愿意追随你 去为所有的汶川的朋友 再次付出我们的一分力量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谢谢 我会在我的家乡成立这个组织以后 我希望有更多像我一样 有梦想 然后对未来一直怀揣着希望的人 可以去帮助他们跟我一起去实现梦想 好 有请下一位追梦人 谢谢大家